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转眼就要过春节了 您是否也在着手办年货了呢 我们金橱味道商城的年货节终于开始了 英国进口的太妃糖 俄罗斯石井糖 还有丰富的坚果大礼包 必备的辣味辣肠 金橱商城已经是年味十足 还有史上最大力度的满碱优惠券等着您 扫描屏幕二维码 更多新鲜的年味就在金橱味道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徐尚武 陈永强两位 欢迎二位 在聆听两位的大盘观点之前 我们先来跟随彭丽霞来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表现 好 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盘面的情况 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呈现一个小幅的高开 开盘之后大盘震荡走弱 转金银板块是表现的强势 网红板块则是出现了小幅的分化 但是龙头个股是依旧强势 盘面上看跌停加速在减少 但是炸板率则是有走高的趋势 市场在这个位置开始震荡盘整 消化获利盘 那么截止说法我们看到 上证指数是微跌了0.05% 深圳城市上涨0.17% 创业板指是上涨0.18% 恒生指数下跌了0.39% 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方面 今天一天呢户股同时流入20亿 深股同时流入25个亿 好 再来看一看今天的涨跌加速 上涨加速今天是两市有2049加 下跌加速是1471加 两市呢其中涨停的加速有82加 再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 A股呢今天是迎来了小幅的震荡 但是个股整体表现活跃 周黑线已经五连扬了 那么您觉得下周大盘能否再接再立 更上一层楼呢 三个选项 A是能 B不能 C是看不清楚 参议方式非常简单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好 今天的盘面总结就到这了 来听听场内嘉宾的观点 好的 三连扬之后 大盘是选择了修整 好像有点不温不火 那么在今天的盘面 两位嘉宾的眼中 他们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首先徐上午 你看了今天盘面心情如何 我跟人认为 这个今天的盘面呢 表现的是非常的顺畅 两个字是顺畅是吧 但是其实前面因为有三连扬了 同时呢 在这个位置又是解禁呢 还有这个融资的压力等等 那么你觉得 它到底怎么样的顺呢 好的 我们这个顺畅呢 我们可以分两头说 第一个先说它是怎么顺 首先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 热点扩散是比较的顺 之间的话呢 继续延续着前期的活跃的态势 我们可以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虽然本周的话呢 市场是连续的 散行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震荡 但是从近期的这个盘面 热点来看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 一个热点激励啊 是非常的惹人这个眼花缭乱 比如说由前期的这个特斯拉 后来转向了这个5G 特斯拉前期的这个科技股 一度的话呢 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位的一个修整 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本周 从周二开始的这个券商股 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异动了 从券商股异动之后呢 这几天我们可以感受到 包括像中国建筑为代表的这个工程建设呀 还有包括今天的农业呀 石油环金啊 都开始出现了这个资金的不断的活跃 那么这种热点的接力 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顺畅的表现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认为这个空间也会比较大 所以说这也体现出了未来的话呢 整个扇形的这个 虽然有短期可能会有一个震荡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不会改变它扇形的趋势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目前流动性呢 也是非常乐观 这其中的话呢 也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成交量 虽然今天成交量的话呢 较昨日是略有萎缩 但是仍然是保持了一个较大量能级别 而且呢 相比的话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现象级分量的一个过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从央行目前 这个在近期的话呢 也是有降准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也示范了8000亿的这个流动性 那么市场的话呢 应该来说是不缺钱 所以流动性宽裕的话呢 也支撑了本轮行情的上行 最后的话呢 就是从大的困境来看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从去年开始吧 那么中国政府的话呢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的关注度 是不断提升 换句话说 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 在空前的上升 而且呢 未来我们可以判断 中国经济转型 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发动机 这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 所以结合这三点 我们认为大盘春季行情景 只是开始 这一波的反弹的上攻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价 目标这个点位呢 我们更乐观的是看到 23288点 就是前期的 这个去年2月份 3月份的那一个高点 好 听完了徐上午的这个看法之后 我们再看看 陈永强今天看盘心情如何 那么今天看完全天的盘面 我最重要的一个体会就是 且行且珍惜 我好像听到了一丝保守的意味 且行且珍惜 是认为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吗 那么主要就是认为 大盘经过了这个 大概半年的整理 走出了这个离早 开始向上突破 走出了一个反弹的行情 非常来之不易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指望 这个大盘的反弹 是一个太快的节奏 所以说在行情启动的初期 我个人认为 整个股指走得更为踏实 更为稳健 可能对后期的行情 更为有利 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 目前上的综合指数 向下留下了一个跳红缺口 而向上呢 又遇到了3100点的 这个重要关口的这个阻力 所以说在这个点位 大盘今天出现了一个强势整理 是意料之中 而且给我感觉也是非常健康的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我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得不提防 大盘的一个短期震荡的风险 因为大家看一看 在2019年年初 曾经发动过一个春季公示 当时成年量的级别 远远要比目前的这个成年量 要来的大一些 所以说从目前的这个量能级别 我们从周克线 月克线级别的量能级别 对比来讲的话 目前成年量还是不够的 在年前呢 也大盘集来了很多的利好 比如说这个利周期调节 中美贸易谈判达成一致 包括国家也进行了这个降准的 释放了一定的流动性 即使这么多的利好 整个股指还也就形成了一个 刚刚的突破 所以说呢 后续呢 还是期望 我们这个实体经济啊 能够有实质性的回软 这样股市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而在这个行情的这个发动的初期 特别是在年底将至 资金面也比较紧张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也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相反要警惕 大盘这种调整的要求 好 两位嘉宾的观点 一位乐观 一位呢趋于保守 那么具体的 今天的盘面又给出了哪些信号呢 我们接下来请彭丽侠 给我们介绍两组数据 好 就在今天凌晨呢 金户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是发布了公告称 本次发行申购 将于2020年的1月6号 也就是下周一呢 进行一个往上和往下的申购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本次发行价格呢 是每股4.88元 预计公司呢 募集的资金总额是 306.74亿元 虽然说目前呢 A股市场 通行IPO发行的 这样一个定价 一般是不超过市盈率23倍 但是2019年 科创版实行了注册制之后呢 已经突破了23倍市盈率的 那么这次呢 金户高铁的市盈率 是23.9倍 我们可以看到 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个 广泛的关注 那么从目前A股当中啊 交通运输大行业 主要上市公司的市盈率的 占一个水平平均值呢 现在呢 大约是28.69倍 相比而言 市盈率是比较偏低的 不过具体到铁路 上市公司而言 国内缺少了 直接对标可比的公司 那么在与占一个 国际铁路上市公司的 比较中 估值就不占优势了 我们具体来看 典型的铁路 金户货运企业 PE均值为19.6倍 典型的铁路 客运企业的 PE均值为13.6倍 金户高铁的 PE均值呢 是23.9倍 那么对于这样的 金户高铁的申购 对目前市场 会不会带来 相应的影响 同时又是否值得 我们关注呢 来听听厂内嘉宾的分析 我们先从两个方面 来解读一下 第一个金户高铁 那么它的本身的质地 自然是很好的 但它对于盘面的影响 现在的市场 因为前面的连续的上涨 似乎还是透支了 一定的多方的这种力量 那么如果说 它的上市 对于市场的资金面来言 会不会是有一定的压力 另外就金户高铁 这样的一支个股 它的上市 对于相关的板块而言 带动性怎么样 陈永强给我们解读一下 那么我个人认为 金户高铁的上市 在我们2020年的 这个年初就发行 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个 辩证的思路来想的话 可以证明目前 大盘起码还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市场环境 才能够发现 那么第二个对于这个金户高铁 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一个上市公司 那么仅仅只有二十几个员工 却拥有110亿以上的 这个利润 是一个极能赚钱的 上市公司 而且它连接的是 中国最为防皇的 两大城市 北京和上海之间的 一个运输 那么可以说是 具有较长护证和 较有特点的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 高标的一个优质难抽股 那么同时正因为 它这支股票所具有的 一些特点 会带来一些机构 会带来一些基金 对这个客股 进行一个主动的一个配置 所以我认为 这个客股 起码来讲 是非常值得申购 值得参与的一个品种 再一个从它的估值来讲的话 目前它在铁路行业中 可对标的估值不多 二十几倍的发行率 发行适应率 我认为还属正常 那么后市这个股票 还是值得期待的 我再问一下 你刚才说到了 既然在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能够发出 这样的一个大盘的股票 说明目前行情不错 但是你为什么 又建议大家且行且真心呢 是因为短期市场 可能会有波动和震荡吗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整个大盘在完成 对三千的有效突破之后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 回头确认的过程 同时从历史的走势来讲的话 这个跳红缺口 它也会吸引一些资金 进行一个回补 市场的谨慎的情绪 已经开始逐渐地产生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 今天的这个茅台股份 包括一些券商股的一个表现 这些核心难筹 开始出现了一个松动 整个市场的这个 避险情绪有所提升 那么前期获利比较丰厚的一些品种 开始出现了一个分歧 就是短期是有市场调整的 这种要求 但是从中长期来讲 其实没有那么的悲观 对 并不是很悲观 是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跟彭丽霞了解一下 今天的第二个数据 好 今天的排名当中 我们看到虽然金融板块是在拖后腿 但是市场做多的热情 仍然是不减的 其中受益于涨价概念的 诸多个股表现还是相当活跃的 我们来一个个的分析 首先来看到的是染料行业方面 那么比较具有典型代表的个股 有浙江龙胜和润土股份 再来看一下稀有金属 也就是菇和礼方面 其中的代表的个股有 华有菇业 韩瑞菇业和干风梨叶 我们看到华有菇业 今天的股价是刷新了17个月的新高 那么韩瑞菇业也是冲击涨停 好 再来看一下石油行业 今天石油行业有一种 突然发力的感觉 我们看到有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和上海石化 上海石化的涨幅还是比较偏高 好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贵金属方面 有山东黄金和银碳黄金 其实黄金这段时间走势 还是相对的比较平稳 有一个稳步提升的过程 但是我们同时今天也看到了 像银碳黄金 特别是山东黄金 也是有一个突然发力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以上这样的涨价体 它的热度会不会越烧越旺呢 继续来听听厂内嘉宾 是如何来分析的 其实寻找这种涨价的逻辑 并且从中寻找机会 这是很多投资者的心中所好 那不仅仅刚才所说到的黄金等等 你像很多的一些板块 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 就在 因为也算是有涨价概念 你像水泥当中的华兴水泥 导播看一下 还有这个海螺水泥 包括这个有色当中的骨 还有纸叶 臣民纸叶 太阳纸叶等等 其实都是最近的大牛骨 我想问一下 这个涨价逻辑 在这个当中 我们还能够找到哪样的一些机会 同时它到底能够走多远呢 好的 确实我们可以 从今天的盘面可以看到 确实有很多周期性的评准的话 是出现了活跃 同时的话也有很多 所谓的涨价概念的话 也开始在近期出现的加速上涨 但是如果说我们细分地去看一看 各个行业它涨价的原因 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其中的话 我们跟大家介绍以下三个因素 可能最为直接 第一个的话就是 比如说像刚才谈地所提到的 水梨 钢铁 建材 最近的话确实有异动 他们也是确实是受到了 整个行业似乎是有复苏的迹象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就是国家的话 在2020年可能会加大基础建设投资 特别是地方专项在的这样的一个 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发行 可能会使得未来的话呢 稳增长的预期会不断地提高 所以说引发了短期周期股的 这样的一个上涨 那么这种上涨的话呢 我认为可能不具备反转特征 更多的是超低反弹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像今天这样 环境跟实际的上涨 实际上是由于这个边缘政治的 这样的一个时局的变化 比如说美国跟伊朗啊 发生了矛盾等等 这样的一些外围因素 那么这种外围因素的话呢 消息面的对它的影响 可能是最为这个最为大的 也不具备非常长期有效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的逻辑 那么最后一点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持续关注 它可能会支撑长期的逻辑 就是由于供需关系发生的变化 这其中包括像华友孤业 盖风里业 由于新能源汽车可能会泛量 它的重点会转向到 这个上游的里矿和孤矿这一块 反而我们认为是可以坚定地看好 好 刚才两位嘉宾呢 通过数据的解读 那么一位呢 这个陈永强认为 除了金户高体之外 市场有震荡 那么后市机会在哪里寻找 这样的一些操作 还有包括逆周期而动的周期股 可能不会是数据 那么后期的主角又会是谁 操作稍后再来展开 听完了两位的这个观点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 机构又是如何来看待 目前市场的进入今日研报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 接下来进入今日研报 今天我们来关注两份研报 一份是来自天峰证券 他们今天关注的是汽车行业 另外一份来自华泰证券 他们今天关注的是 2020年估价将会自底部反弹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份研报 看透汽车景气现状 那么他们的观点非常明确 第一点他们认为 汽车行业远未见顶 未来龙头企业有望强者横强 目前行业正步入加库存 周期增长有望回归中枢 行业有望稳步的复苏 那么观点二认为 行业在两年左右的 去库存结束之时 将带来行业去产能之后的 龙头机遇 那么最终呢 他们是这样认为 汽车行业长期来看呢 对于销量和保有量 是远未见顶 中期来看 已经经过两年调整 那么有望逐步的回归 那么销量有望 稳步的修复提升 风险提示是 汽车销量也许会不及预期 以及智能驾驶落地 不及预期等等 好 再来关注第二份研报 第二份研报呢 是来自于 占一个华泰证券的 估价在领底部 即将重振旗鼓 他们的观点也是非常的明确 第一点呢 他们认为 目前判断 每磅11到12美元的估价 下的大型企业 将普遍难以盈利 当前的估价 已经再度接近 这样一个支撑的位置 观点二 他们认为 2020年 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补贴 若全面地取消 利空已将是非常有限的 观点三 他们认为 海外动力电池高速的增长 预计 2021年 将该领域的这样一个估需求 较19年会增加多少呢 大约是9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 综合工序来看 他们认为2020年的估价 将至底部上涨 2025年的时候 需求是有望达到7.3万吨 有望拉动估价格 至底部快速地回升 同时呢 他们也提示了风险 全球估矿供给 超预期有可能增加 那么整体宏观 经济增速 放缓等等 都会影响估价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 两份言报了 那么更多的市场 机会前景动向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 言报优选 每天五分钟 看言报优选 学机构思维 大家好 我是苏兆博 随着5G时代的到来 5G下游应用 将成为我们2020年 必须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 其中 云游戏在5G技术发展的推动下 依托技术上的变革 有望重塑 整个游戏产业链的格局 近期我们也看到 随着科技巨头 纷纷开始布局 机构预测 在2020年 云游戏板块 将迎来爆发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也是将重点 跟大家聊一聊 云游戏板块的投资机会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消息面的利好 2020年1月2号 开年第一场云游戏 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盛区游戏发布云游戏战略 并在现场提供了 三频真云游戏的体验 截至目前 全球已经超过有20家公司 进行这样的一个 云游戏平台的服务 其中就包括 谷歌 微软 腾讯 英伟达 索尼等科技巨头 谷歌云游戏平台 已经在近期上线 客户无需下载云游戏 就可以在手机 浏览器等多个平台 畅玩高质量的游戏 随着科技巨头 纷纷开始布局云游戏 云游戏行业将在未来的五年 迎来高速的一个发展 有机构预测 2018年的时候 全球云游戏市场规模 仅3.87亿美元 到了2019年末 这个数据将突破5亿美元 到了2023年 云游戏市场规模 将超过25亿美元 市场规模有望实现 五年六倍的高速增长 对于其产业链上的 上市公司来讲的话 将迎来重大的利好 那么说到这个游戏呢 我相信很多的90后 甚至00后的投资者 应该非常的熟悉 但是对于一些老股民 不怎么去接触游戏的 一些朋友来讲 可能略显深疏 但是大家应该还能够 清晰的记得 在四季时代 2013年的时候 当时下游应用的 手机游戏概念股 中青宝 橙空出世 短短六个月的时间 涨幅超过了十倍 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 我们已经从4G时代 迈向了5G的时代 云游戏更是比之前的 手机游戏 多出了三大优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优势一 门槛低 硬件要求低 优势二 高即时性 无需下载 就可以去唱玩游戏 包括第三点 应用场景更大 应用场景更加的丰富 说到这个云游戏板块呢 近期市场中 已经有所表现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股票 依旧是处在一个 相对的低位 比起之前十倍 中青宝的走势 那么这里面的概念股的涨幅呢 也只是小和财路 尖尖角 未来还有非常巨大的 想象空间 值得我们投资者 重点挖掘 好 不仅我们非常看好 这个板块 包括市场中的 机构投资者 券商机构 也非常的看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云游戏的龙头A 国内领先的云游戏发行平台公司 近期呢 也是和华为发布了云游戏的白皮书 安信证券给出了买入的评级 云游戏的龙头B 国内稀缺的云游戏内容平台公司 有多款非常精品的游戏 华泰证券在近期 也是首次给出了买入的评级 云游戏的龙头C A股游戏之王 移动游戏市场份额高达10% 连讯证券在近期 也是给入了买入的评级 因此呢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也是为大家梳理了一份 云游戏优势品种的布局特刊 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特刊 在这份特刊中 我们通过以下三个维度 进行筛选 一方面选择云游戏产业 核心的受益领域 第二呢 选择了云游戏 率先布局的上市公司 通过机构密集调研 以及技术上涨幅不大 底部刚刚启动的技术特征 为大家梳理了这一份 云游戏优质品种布局特刊 现在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特刊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案例一 公司率先布局云游戏的解决方案 同时呢 也是国内少有的 推出PC云游戏的上市公司 技术上突破了一个下乡体的震荡 回踩确认之后 开启了主身行情 云游戏的概念国二 公司呢 云游戏平台上运行着多款精品游戏 技术上在走一个标准的上升通道 回踩掌声通道下轨之后 有望稳步上行 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领取这份云游戏优质品种的布局特刊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我们目前呢 A股市场是纷繁复杂 信息多样 热点频出 那么您是否也对很多财经名词 是一知半解 不知所言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学习时间了 接下来是说人话 讲股市一起来看 A股你莫愁 这周啊又有个新名词 负利率 你以前听过吗 知道怎么回事吗 从字面上理解呢 就是将通常的存款利率改为负值 做个对比你就知道了 你好 我存一万块钱 存一年吧 你好 现在的一年期存款利率 是1.75% 一万块钱一年后 本金加利息 您可以拿到10175元 就这么点利息啊 算了算了 有总比没有好 存吧存吧 你好 我存一万块钱 还存一年 您好 现在的一年期存款利率 是负的0.1% 一万块钱 一年后本金加扣除的利息 您可以拿到9990元 什么情况 我钱存你们银行 咋还越存越少啊 以前存钱有利息 现在负利率了 您来我们这存钱 需要交手续费 不行 这实在是太侮辱我的钱了 与其存银行给别人钱 那我还不如直接去买股票 基金黄金 说不定还能保值增值呢 太难了 我和我的钱都太难了 现在知道做好股票投资有多重要了吧 这间A股市场有什么新闻吗 举牌槽啊 举牌 不是那是 那是啥 不成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防止机构大户操纵股市 证券法规定 一个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票的50% 要向证监会交易所 做出书面报告 并通知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 这就是举牌 不就是股票买多了呗 买那么多股票干啥 钱多了没处放 嗯 可能是哦 嗯 之前好多民间大户都不知道举牌这回事 看好了一只股票就狂买 结果就买不信了 但更普遍的解释呢 是看好一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发展前景 所以啊 多买一点股票做投资 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买下来自己当老板 诶 这个听起来有转头 但还有一种举牌是纯粹割韭菜的 一边买一边放出消息说要举牌了 等散户跟风上钩啊 立刻套现走人 所以举牌不一定全是利好 还是 欢迎来到趋势前瞻 我们先要请出陈永强 建议大家且行且珍惜的关门来讲一讲 这些有的投资者着急了 我还有上车的机会吗 建议大家怎么操作 那么从目前行情来讲的话 我更认为 由于外围的一些不确定性 再加上我们内部的一些获利盘的压力 大部分在这位置有整当的这个需求 那么一些投资者呢 没有踩上这一轮的 大家不要着急 一定还有上车的机会 那么对于已经在场内 持有股票的一些投资者 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逢高 获利一些涨幅比较大的品种 或者这些业绩 不太靠谱的一些品种 那么从这轮行情以来 主要是大金融和大科技 这样一些个股 推动大盘上涨 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这两大板块的中间 一些主要品种 都出现了一个估值过高 获利回头的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建议大家挖掘一些 有实质性增长的 而且涨幅不大的一些题材品种 那么我个人非常看好 农业 华为开店 和电子支付板块 那么农业板块 在这之前我还是说的比较多 主要是因为特殊的时间节点 中央一号文件 那么目前整个农产品的通胀 也是比较严重 那么在另外一个 科技板块的电子支付 我是非常看好 那么在我们国家的电子支付 虽然说已经是具有 非常强的优势 但是还有巨大的整合空间 从今天盘面来讲的话 像这个新开谱 正通电子这样一个个股 大概都是从底部起来的 一些优质科技品种 那么还是非常值得 大家挖掘一下的 好 感谢陈永强 在今天的盘面当中 技术派的眼中 又是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接下来进入短线风口 好的 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黄剑 那么今天是周五 周五是习惯性缩量的时候 今天的这个市场有点缩量了 今天的这个市场有点震荡了 那么对于下周 我们如何去看 市场能继续的延续 短期趋势往上涨 还是说在这里要充分的震荡 甚至要向下多震荡一阵子呢 咱们来看一看 先看上证指数 看市场你要有一个参照的标准 那我们这里给出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 五月六号的那个缺口 这是一个更大级别的标准 如果五月六号的缺口 它得而复失 那对于整个这一波行情 都是有大麻烦的 所以对于大级别 看五月六号的缺口 然后对于小级别 对于下周五个交易日 你应该看的是这个 本周四的缺口 本周四上涨指数 有个向上跳空 这个向上跳空很重要 如果在下周的五个交易日 这个向上跳空 上涨指数给跌下来了 注意收盘价跌下来 才算真的跌下来 如果盘中跌下来 收盘再收上去 那不算的 如果下周的某一个交易日 它的收盘价低于了这个缺口 到缺口的下面了 跌回来了 那么这个市场短期走势不妙 如果说它始终保持 在这个缺口的上面 这个市场的进攻状态 还是在的 用这样的标准 看整个市场 用这样的标准 也可以看你的股票 如果你的股票 对于本周四的这个跳空缺口 在下周的某个交易日 它跌下去了 收盘价跌下去了 那这个时候 你要去意识到一个问题 你的股票 在向你释放一个弱势的信号 短期弱势的信号 如果没有 那应该说 在至少这一点上来说 你的股票还可以 那就要看其他方面了 然后再去看 就是除了看指数整体 还要看它的这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就是券商 从2018年10月份开始 券商这个板块的走势 就对整个市场的走势 就对指数的走势 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那我们去看一个规律 就是在最近 蓝色的这条均线 这是13天均线 那么当黑色的这个 5天均线被跌破的时候 蓝色的均线在最近 支撑券商的这个K线 这是很明显的 所以更严谨的说法是 13天和21天 是这蓝色和红色 这两条均线之间的这个区域 是支撑这个券商板块 往上走的一个支撑的区间 如果券商的趋势仍然在 如果券商的趋势仍然强势 那么这个支撑区间 应该是继续支撑 不应该被跌破 所以在下周 如果我们看到 13天均线和21天均线 这样的一个支撑区间 它在不断往上移 如果说券商的K线 仍然在这个支撑区间之上 券商是强势的 而如果券商是强势的 整个市场很多交易者 就会更有信心 整个市场也会更强势 而如果券商变弱了 那就是要去小心的 所以这是这个风向标板块 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 然后再往下看 今天的市场为什么震荡 还有一个原因 这是行业的涨户榜 你在这个版面上 你看不到明确的领涨 这个版面上可不是说 涨户第一就是领涨的 不是这样的 这个版面上 如果出现金融权重 比方说银行保险券商 那么这些金融权重 会带领指数 带领市场往上走 这个可以称之为指数行情 但如果这里面 是各种题材股 尤其是科技股为主的题材股 比方说软件 电子信息 电子元器件 包括通信 如果一大堆科技板块 出现在这个列表上 不止一个 那么是题材股的天下 那么题材活跃 各股转间效应明显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列表上 你能看到金融权重 或者一大堆科技吗 没有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行业涨幅 凸显出今天的市场 缺乏领涨力量带领市场 你没有人带领 所以整个市场 它的上涨是没有力度的 然后再看 这是行业的跌幅榜 在这个跌幅榜上 我们看到了像银行 像房地产 包括还有权商 金融权重 都出现在跌幅榜上 在今天的这个盘面 市场没有跌很多 已经是不错的了 所以通过这个跌幅榜 你反而能感受到 市场的人气热情 其实还是有韧性的 市场跌得不多的呀 所以这样的一个榜单上 大家看到了 构成拖累市场的力量 再去看 酿酒牌跌幅第二 这跟这个有关 这是贵州茅台的周K线图 红颜色的这条均线 是21周均线 那么注意一个细节 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 骨架都是在这条红色均线之上 你看 在2018年19年的这个过程中 一旦骨架跌破了 这个红色的21周均线 它是很长时间的 大半年的一个震荡走势 而当它重新回到这条均线之上 并且这条均线方向 开始向上走的时候 那么开启的是 中期的上涨局势 那么再看 本周 它又要面临跌破 21周均线的情况 茅台是什么 茅台是酿酒的市值第一呀 它的这样的走势 对于消费 对于酿酒板块 都构成负面的影响 这个就是刚才 酿酒跌幅靠前的原因 也是接下来要小心的一个点 那么这里就要说一个问题 市场有风向标 板块有风向标 那么看清风向标的走向 才能不对趋势 做主观的判断 你才知道市场的方向 朝哪儿走 板块的方向朝哪儿走 题材概念的方向朝哪儿走 你才知道 你应该实战朝哪儿走 具体的这样的一个 风向标怎么去看 在今天 我会跟大家 在具体的文章中 具体的做一个讲解 大家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然后具体的去了解 关于风向标的 这样的一个学问 到时候我们具体调 下面把时间交往给主持人 好 非常感谢王健 我们回到场地 听一下场地嘉宾 徐善武的操作观点 既然你认为大盘走得很顺利 可是周期股 其实逆周期而动 不长久 那你觉得后市机会在哪儿 好的 其实本身 这个春季行情 乃至可能会是一个 这个慢流的指数行情 我们今天认为 应该是一个科技加金融的行情 科技加金融 因为这个是政策导向决定的 那从科技角度来看 目前国家 大力地去推广自主可控 然后呢 也目前我们正处于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夕 所以工业革命的必然 会带来科技的进步 所以这一块无庸置疑 第二个的话呢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 稳定的经济环境 这样的一个安全边际的 这个大金融机构 所以说现在目前 国家正在把证券 这个市场作为一个 发动引行 在不断地去做大做强 甚至国际化的道路去推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坚定地去看好券商 以及这个硬核科技 但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硬核科技的品种 经过这两年 确实也是估值比较高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找一些 还自展的 但是未来可能会成为 中国科技单单的 这样的一些领头羊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说像华为概念也好 还是说5G概念也好 展多了 你可以去看看 北斗导航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北斗导航 未来也会必将去取代GPS 而且今天也是 北斗导航主管的冲刺链 我相信的话 今年会有不错的表现 好 在这个科技的剧情之下 那么后面有哪些机会 其实我们有机会 还可以再多来探讨一下 现在互动平台上 股民朋友也发来了 很多的问题 我们广告 好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先来抽出 今天的幸运观众 是来自于哪里 恭喜尾号7563的方女士 您将会获得 跟嘉宾沟通的机会 还有由湖北卫视 金橱味道商城 提供的人气爆款商品 俄罗斯石井堂 好 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 看一看股民朋友 有什么样的问题 股民朋友说了 我看看 他说今天高位震荡 是不是要减仓了 这个问题先交给徐上 我股民来解读一下 好的 其实从刚才的点评 大家都应该清楚了 我典型的多头思维 所以我一定不会建议他去减仓 最多是做调仓换股的操作 因为从目前 从减仓的风险来看的话 我认为可能会面临 踏空的风险 但是如果说你持续地 去持有一些高位 高估值 或者说是确实业界 没有保证的品种 同样也会面临 上市公司的个股风险 所以我建议的话 最好不要去减仓 如果说你的个股 它涨幅比较大 或者说它已经是 一个高估的状态 那么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还没有自涨的 刚才所提到的 未来有发展前景的 有业绩保善的上市公司 好 还有网友问 买的航空股这两天涨 但是没解套 那么继续持有 有没有机会解套 陈永强 那么从航空股来讲的话 它主要是受到汇率和油价的 这个两大因素的影响